那英曾经作为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表现十分突出 获得了广大观众杰网友的强烈反对 自从他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作为导师出现 负面的新闻就没停过 打压自己的学员 内定冠军等等黑量层出不穷 因此在广大观众杰网友的强烈反对下 新一季的好声音当中 那英并未担任导师 并且他的人设以及评价 也跌倒了谷底成为我们比较讨厌的一个女明星之一 接下来说说张子怡 之前他模仿那英在中国最强音上担任导师 结果成为中国最强音中被骂得最惨的一个 完全不懂音乐却偏要来当音乐节目的导师 难道是用来当花瓶的吗 之后他终于想明白了于是在 演员的诞生中担任节目的评委 来评价其他演员的表演 算是比较接近自己的老本行 不过从第二集戏精的诞生开始 网友们对他不太买仗了 认为张子怡只是运气好而已 跟几个大导演合作下来之后 被认为很有演技 实际上他长得并不好看 只是运气好而已 看来张子怡也要成为第二个纳鹰 被埋没在负面新闻当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